妈妈收到娃娃会反映眼睛或者其他刺绣的地方不够密集 或者说线条不够流畅 像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被毛毛盖到了 你看刺绣线被毛毛盖到了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 它的周边的毛毛被刺绣线压在下面 然后它压的时候可能压得不是很均匀 就会形成这种情况 有一些毛毛盖到刺绣线 有一些的话就盖得比较少 看起来你看就会有一种那种弯弯去去的这种效果 看起来像这种情况呢 自己在家是可以解决的 可以准备一个牙签 到时候牙签的话 你们尽可能就是选那个尖一点的尖一点的牙签 然后就是把它压在下面的毛毛给它这样子 往下这样子 往下跳开 好 这个牙签不够尖 跳开 这样子 好 往下跳开就行了 好 牙签尖可能选尖一点的 然后如果说不够尖的话 有时候也可以用剪刀 但是剪刀的话你们操作要小心一点 看起来的牙签就流畅很多 上面也一样 上面也是一样的方法 你看 你如果想就是线条更流畅一点的话 可以把他的毛毛 可以给他扣久一点 扣久一点 尽可能给他扣出来 但是你们扣的时候尽可能就是说 不要去牙签 不要去戳到他的刺绣线 好 就刚好就是毛毛跟刺绣线 接触的这个位置 给他扣出来就行 好 然后休息你不要去戳他 好 然后有一些就是说 自己技术比较好一点的话 可以用剪刀 剪刀的话 他就来得快一点 好 他就有一些很 很细的位置 他很细的位置 他可以扣得到 你看 很精细的地方 他可以扣得到 现在手有点动 这个大家到时候可以尝试一下 怕剪刀不会用的话 尽可能就用牙签 我现在是一个手 一个手拿着手机 然后看着屏幕扣的 有点扣的不是很准 但是实际扣的话 效果会好很多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然后这边眼睛也可以用一样的方法 给它往弯这样子抠出去 同样用牙签也一样是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现在看这个线条就流畅很多了 现在看这个线条就流畅了 现在看这个线条就流畅了